大西洋之路,在挪威也被称为Atlanta Havien,这条建造在岸边的一群岛礁上长约8.5公里的公路,是连接克里斯蒂安松和翁达尔斯内斯的挪威64号郡道的一部分,它由八座桥组成,很快在小岛和郊岩之间,该公路设计十分独特,沿途可欣赏各个小岛的自然景观,被誉为是全世界最美也最危险的公路,说其危险,因为它建在小岛和郊岩之间,道路或湾区或骤降, 而且经常有海浪席卷到公路上,有报道称,2013年曾有一名以色列游客驾车在海滨公路上时,被巨浪卷入海里,因此危险并不是耸人听闻的说辞,虽然危险,但是这里却每年都能吸引招数以千万的游客前来,因为这条大西洋海滨公路设计十分独特,沿途可欣赏各个小岛的自然景观,可说是世界上最好的公路旅行, 湾延崎区的道路和沿途的自然美景,也被评选为挪威的世纪建筑,人大西洋之路开车,就像徘徊大海的边缘,有种在路上的过山车的感觉,湾区的道路和起伏的桥梁, 还有沿途美丽的自然风景,是公路旅行的最佳之地,通过一条公路将不同的岛屿巧妙的连接起来,串成一条美丽的项链,画面美不胜收,另外,这里也是绝佳的钓鱼点,无论是乘船垂钓或是站在桥上钓鱼,相信你都能玩得不亦乐乎, 同时大西洋之路也许多人称为通天之路,因为你可能走着走着就没路了,而这正是因为这座沿线最有名的斯托尔方德桥,它全长260米,而且就在公路的转弯处, 玄壁式桥梁不仅有壮观美丽的弧线,还将一束元素融入桥梁中,远远望去,让你以为那是静一条天路,当然最让人流连忘返的, 还是大西洋之路沿途令人最美的风光,在这里,你也会切身体验到那种跨过山和大海的感觉, 最后,让我们去沿途感受下,行走在大西洋之路沿途那种军选刺激吧。